王爷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对不起 你跟月儿今日所受委屈 都是我造成的 是我当年以为任性 只想着自己的骄傲报复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忽然觉得 无论自己今日做什么弥补 可能都无法挽回他的心 他那么平静的目光 是完全放下了过往 不恨了 必无爱了 王爷不必道歉 也不必就是过去不放 因为不是所有的道歉 都可以换来原谅 是我曾经那个人已经死了 道歉与他来说有什么用呢 已经死了 他说的是 哀莫大于心死吗 他是说 他的心已经死了吗 所以不恨 也不爱了 本王当年也年少五直 机傲不屑 以为自己凡事都对 王爷身体没事吧 怎么突然想到来求圣上 册封世子 我在人寿宫外 听闻了皇后对你的刁难 王爷说过 当年原谅 原怕上没有落红 王爷是怎么处理的 萧宇辰正宇开口 外头忽然传来太监的声音 王爷穿戴好了吗 皇上召见 就好 朕虽贵为天子 却也是一位父亲 没有父亲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尘儿今日 虽有逼迫朕之前 却也展现了一个男人 为夫为妇的担当 朕很欣慰 但下不为例 你再敢这么逼迫朕 朕可就真打你了 怀王殿下 领旨谢恩吧 谢父皇恩典 父皇万岁万万岁 高公公宣读之后 将朱笔玉批的册封文书 放在他手上 日后 谁再因为这五年的冷院官所 怀疑育儿的身份 就是对朕威严的挑衅 朕绝不惊饶 启禀父皇 是六年 他亏待你六年 是该记清楚 但人嘛 不能走往后看 人生是朝前走的 目光 也得往前看才是呀 谢父皇教诲 沉袭谨记 太后身体如何 朕这两日繁忙 没能去给母后请安 太后娘娘已经好了许多 吃得下睡得香 也能在园子里走走 面光红润 未曾在妇头难忍 父皇不必担心 但皇上若能得空去探望 太后娘娘必定更加喜乐 皇帝欣慰地点点头 又指的指萧玉承 人得惜福 儿臣谨记 夫妻俩离开御书房的时候 大雨已经停了 天放晴 竟有一道彩虹 高高悬挂在天空 锦儿 你瞧 他望着彩虹 伸手想握住温锦的手 温锦却仿若有预判一般 无动声色地避开了他的亲密动作 王爷慢走 臣妾回人受宫了 明日我就来接你和玉儿出宫 虽说只有短短三日 但哀家却觉得 这缘分由来已久 当年若不是那诸多误会和显言碎语 哀家怎至于如今才得向天伦呢 曾祖母若是舍不得我们就不走 再陪曾祖母住几日 哈哈哈哈 玉儿孝顺挨家心里韵天 但还是得叫你们回去 总霸着你们也不像话 嗯 我们玉儿日后常常进宫 给曾祖母请安 哟哟 我们玉儿可真乖 真会疼人呢 太后乐得何不拢嘴 这慈爱的笑声穿过殿门 轻轻回荡在仁寿宫中 前来给太后请安的魏以兰 脚步不由一顿 人说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太医愿花费良久的功夫 这两日终于见好了 恰赶上怀王妃进宫市集 不得不说 怀王妃好福气 可不是吗 要不说福气也是一种天赋呢 什么都能被人夺走 唯独这福气夺不走 锦儿前些年吃了不少苦头 如今 苦尽甘来 大福都在后头 只是你计讳医术 怎么早些年 让自己落得那么狼狈 又胖 又满脸蹉蹿 要不是那样 想来 怀王妃当年也不至于贤恶了 弟妹 七皇审市说 我爹爹看人只看外貌 娶妻不娶贤德 只娶一张脸吗 我阿娘 母妃说 人不能只看外表 太肤浅 魏氏 你出身明门 在规格中 也读过不少书 话是这样说的 别教坏了孩子 阿娘 不管是以前 还是现在 您都是我心中最美的 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 漂漂亮亮的 温锦也是肤浅之人 也希望自己漂亮 外祖父还在镜中时 常指点我艺术 但那会儿我贪玩 索学的连皮毛都算不上 后来将家离京 外祖父没有什么留给我 便把她毕生索学 清除纸上 还有她所有的藏书 都留给了我 说是 送我的嫁种 温锦说着 不由落下泪来 在吴童院 没有别的消遣 孙喜这才开始 潜心读医书 或许是久病成良医吧 自己病过 丑过 被人误解过 才知道其中的艰难 所以 温锦想把外祖父的 所有藏书 笔记 医案 全都献给太医院 供太医院参考研习 哪怕有一丝贡献 哪怕能在任何一个病症上 少绕弯子 直击病躁 想来外祖父一定会欣慰 不会责怪温锦 太后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温锦从中得意 并也想为这世间 做一点小事 求皇祖母成全 艾家定要好好奉赏 锦儿可有什么想要的 孙喜确实有想要的 求皇祖母大恩 孙喜想要江家 曾经的宅邸 老爸又欺负你了 在淮王府 你过得不好 你若受了委屈 就告诉艾家呀 艾家给你做主 怀王殿下在外 飞扬跋扈 在府上很讲道理 江家的府邸虽小 却有孙喜年少时 无数的回忆 阿娘没了之后 外祖父却从没有忽略过孙喜 他们犯了错 但孙喜不懂那些 孙喜只想 之后在思念轻人的时候 可以回去满身年少 回忆的地方看一看 温锦 瞧你 怎么勾的皇祖母都落泪了 准了 多谢皇祖母 我会继续的地方看一看 最后 我会继续的地方看一看